诗篇九十一篇 朗读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他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倚靠的 他必救我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灵毛遮蔽我 我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城市是大小的盾牌 我必不怕黑夜的金海 或是白日飞的剑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五间灭人的毒病 虽有千人扑倒在我旁边 万人扑倒在我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近我 我为亲眼观看 见恶人遭报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我已将至高者当我的居所 祸患必不临到我 灾害也不挨近我的帐篷 因他要为我吩咐他的使者 在我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我 他们要用手托着我 免得我的脚碰在石头上 我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 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 神说 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搭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告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疾难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 使他珍贵 我要使他主想长寿 将我的救恩写明给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